果星居士的真实身份究竟是谁 他的通灵兽是只蛤蟆 还会使用祖传的螺旋丸 更是能够自由进出木叶不被感知系统察觉 敌人已经大摇大摆地闯入了木叶 而此时的名人还在跟自己的儿子solo 经历过加特林事件后 博人的实力又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外加纹身的辅助 身体技能跟忍树威力都有了质的飞跃 就连名人都给出了高度的评价 两人结出了和解之印宣告本次的切磋结束 这样和谐的训练方式与川木之前经历的截然不同 慈贤为了让川木尽快掌握些的力量 从小就对他进行惨无人道的残酷训练 稍有反抗就会挨铁棍地暴打 没有家人朋友力量才能的他就只是个空壳子 有的只有那段不堪回首的痛苦回忆 所以看到名人父子俩训练得如此开心 这让他不禁心生羡慕 也想拥有这样的训练方式 可他不是忍者也不会使用查克拉 但名人却告诉他 查克拉并非忍者专属 每个人的体内都有 名人的话让川木如梦初醒 于是决定把之前打碎的花瓶重新粘好 不过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果心居士的监视之下 他用蛤蟆暗中观察 看到川木逐渐融入名人家里 这让果心居士更加期待他与伯仁之间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可村外的迪鲁达却等被有些不耐烦了 见果心居士迟迟没有消息 当即派出自己的无人机寻找川木的踪迹 而此时的川木正与伯仁打野战 想以实战的方式加快对些的了解 可就在他们战斗的酣畅淋漓之际 迪鲁达的无人机就找了过来 在确认了川木的位置后 迪鲁达也就不怕被感知到 当即化身阿童木闯入木叶 刚一进入就被木叶的感知系统捕获 警野立刻炉内通话告知名人此事 得知对方只有一个人并且是朝自己这边来后 名人让警野通知警务部先按兵不动 对村子周围加强警戒提防其他敌人 由自己来对付眼前这个不速之客 现来人是迪鲁达 川木的态度变得紧张起来 他提醒名人要当心 而这迪鲁达也对自己的实力非常自信 见名人不肯乖乖交出川木 当即冲上去以他干了起来 与川木一样 迪鲁达的全身也布满了科学忍惧 他的腿能变成生化武器用来战斗 即便是被打断了也能重生 双眼更是特制的低配版高黄产林尊 一番激烈的战斗过后 名人故意示弱 想让迪鲁达放松警惕从而套出情报 谁知迪鲁达是个聪明人 很快就识破了名人的伪装 既然软得不行 那就只能来硬的了 名人准备打扶他逼问出情报 迪鲁达见自己不是名人的对手 只好耍起了阴招 他先是假装投降 让名人放松警惕 等名人靠近时 突然瞪眼射出两道激光 好在名人反应及时避开了攻击 否则就要像背后的树一样化为尘埃了 原来迪鲁达射出的是 专门对付再生能力的破坏死亡 一旦有部位中招 就会被他杀死细胞劲而摧毁 不过越强力的招式消耗也越大 迪鲁达不能连续释放 并且名人已经知道了 这招自然会有所警惕 所以他选择对博人他们发动攻击 幸亏名人一拳打在他脸上 改变了攻击的轨道 可迪鲁达却趁博人 他们被爆炸波及的时候 抓走了小葵 并趁名人去救小葵的时候 发动偷袭 原地爆炸问题不大 川木用自己的手臂 替名人挡下了攻击 这让迪鲁达很生气 不仅没能干掉名人 反而还让川木把重要的容器给弄坏了 但他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对孩子动手彻底惹怒了名人 他决定不再保留 电光火时间打的迪鲁达没有一点脾气 迪鲁达还想顾忌重拾偷袭名人 结果他的破坏死光 被名人的大鱼螺旋丸给吞了 甚至那颗能够吸收忍树的右眼 也被名人庞大的查克拉给撑爆 在躲开迪鲁达的亡命一击后 名人搓出了个超大螺旋丸 一次性让迪鲁达爽了个够 烟雾散去 地面被炸出了个螺纹的深坑 而迪鲁达更是被打得衣衫蓝绿 不过名人终究还是留守了 毕竟还得从他口中问出可组织的情报 谁知迪鲁达竟然原地自爆 但他并没有因此阵亡 原来迪鲁达的本体其实是那架无人机 在将意识上传到终端后 迪鲁达就这么满血复活了 随后便将此次事件的经过告诉了慈贤 在得知博人身上也有些后 慈贤也非常意外 没想到陶氏竟然在死前还给自己留下了容器 与此同时 骗柱对川木的右手进行了处理 并给他安装了个名人专属的一支 只不过需要名人的查克拉来给他充电 接连受到名人的照顾让川木心生愧疚 为了能够获得对抗壳组织的力量 川木决定拜名人维师修炼人数 另一边 佐良娜也在佐助的陪同下开始了千鸟的修行 首先要做的就是用千鸟切开眼前的瀑布